我们来看看高血压 我吉利说明 高血压我们可以感染一些高血压 血管性高血压 叫什么血压都没关系 但是治疗就是一个方式 只要你的血压 低血压超过90% 高血压超过130% 这个超过了130公柱 这个就是鉴定在老血压的范围内 然后就可以给你吃药 用的地比较多的药有两千 第一个地料是地有个钙类子 叫什么品名 不同药层有不同的品名 不过万变不离其中 包括各位 我们去看看地料期最大的作用是什么 地料期最大的作用 就是很简单的问题 我们的血压 我们一个六十公斤的体重的 大概有四点五公升的血 我血管里面的内壁的压力 当然你书沾也好 这个收缩压也好 是不是跟我们的血的总量是什么 成正的 有没有道理 血液一多压力会怎么样 各位 血液一多压力会怎么样 血液越多压力就会越大 血量减少了压力会不会减少 我们最大的降牙的机率 其实是在这里 我们用药物强迫我们的身上 把血液里面的水分脱水脱掉一部分 需要让我们下家 让我们下家各位 各位下家各位医生买 各位要死大了买 各位消费者买 肯定下来 所以要到就会没有出外 没有出外 不是病出 是症状病毒 你们不要误会 不是自豪的 是症状病毒 所以尤其在症状病毒 你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 血量减少了 血液下降了 请问各位什么东西升高了 什么东西升高了 浓度 对了 血的浓度升高 血浓度升高 血流怎么样 血流怎么样 血流就缓慢 血流缓慢了 各位血的浓度又升高了 血液做什么用的 动脉缺氧 输送什么 输送氧气 还输送什么 营养 这两个功能是底下降的 一旦想象 细胞是不是缺氧 细胞是不是吃不饱 是不是穿不暖的 细胞要不要看烟 细胞一看烟 要不要发生其他问题 这些细胞也会吃喝拉沙睡的 细胞产生的代谢物 靠什么 靠我们的零发液 靠我们的血液 要把代谢物 要把印象 同样的道理 你是不是细胞的不良代谢物 要代谢着一会儿 你血液一旦一看烟 我们要求你们有偏个味 都写得很清楚 它就会因为这些状况 引起一大堆的猫 你上要点去看 你不要来问我 为什么产生那么多的负重药 其实就是这两张因素 好了 血管必慢慢慢慢堆后了 所谓的动脉转转硬化了 动脉会产生半个人 跟你吃假压剂 有没有关系 有没有 那这些东西堆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是不是你的血压有什么高 还有告诉我 当我们的血液 细胞一缺氧的时候 我们的细胞就会跟这个总书理 这个总统府啊 成群啊 告诉他我缺氧了 我有问题 我氧气不够 我氧量不够 我们人体会产生一个带伞作用 总司令会下命令 给我们的心脏 给我们的维血管 收缩 收缩的目的是什么 提高供血量 提高血液的流通 以那细胞的群 是一个自救的机制 这是人体前置动化调控的 但再讲生命的本质是 以前置动化的调控 不是医生在左右 不是你我用药物在左右 这个时候 心脏压力加大 维血管收缩 血压又没有升高了 血压一升高 我们用两血压 不行了 不要吃第二种药 第二种药 晚晚用的最够的 请大家看 怎么样 盖离子 盖离子是什么东西 盖离子是我们刚才不是说大佬要发命令跟心脏收缩吗 有微信管收缩吗 我们这个都是靠植物神经 弥子神经在控制 我们人有自主神经 自主神经这样是控制我的五个肌 靠着我的行动 但是弥子神经控制我们的平滑肌 叫做不随一肌 心脏 心血管 我们的血管是把我们的胆管 做这个清刚刚的胆管 都属于不随一肌 不随一肌 不是有我们的医疗控制 那这个不管怎么说 我们的神经要传导 要发这个子力 它要有一样的物 叫盖离子 盖离子一旦阻断 不是全部阻断 所以用药是用得很小心的 你看20个MG 50个MG就很多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药一用下去 它就会把这个信号 盖离子一旦阻断 信号就结弱 信号结弱什么 我们的心脏压力 收缩力就降低了 我们的微血管 收缩也就降低了 这两个力量一降低 血压又降下来 血压又降下来 你们要搞清楚 你们吃得要的 做认识 这不一样子 所以这个叫做控制 不叫做制 叫控制 这个如果你搞不清楚 当然我有一篇文章说 千万不要满足以 高血压的药物控制 我在我文章里面 说得清清楚的 好吧 那大家可以看上官人看 民人活犯在文章上 那么基于这个样子那怎么办 那么控制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 不能说对不对 不可以 所以我们在中医里面说 急者自欺标 完者自欺败 在急者自欺标的 状态下 你控制下去 老百姓不满意 上街 示威 请验 稍微时空一点 不得以证报警察 可以证报一下 已是被农死 但是不能一直证报到底啊 那解禁老百姓的不满情绪 在哪里有 症状控制住以后 你要去解决的不是血压 是造成血压的黏密 好 说到这里我几个例子 这是我们终结宗教授讲 终结宗教授就是心脏课的前为 宗教授重的那么恰当的比 各位 我们不凡这件事情 大家在沙坛会议底下 昨天讲过 一锅水 一锅水 烧热 大家烧过水吗 好久 好 烧过吗 水烧热能不能把旋温降下来 旋温怎么降 放在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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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量自然量 自然而量 哈哈哈哈 来 大哥 怎么把旋温降下来 水烧热 怎么降 自然 自然 你们都是自然冷血 你要问他这样 水烧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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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叫他不要开 开了他就 把红盆子都冲掉了 你要怎么样 使他不要冲出来 雨出来 冒 不就对了吧 当然大家在坐在这里 大家都会管 比较快的 加冰块 加点冰块 水烧很快降了 好 宗杰宗教授就是这么比喻的 加冰块叫吸一 关掉火叫中晕 都是降温 所以前者加冰块叫急者自其标 后者关火叫做缓者自其标 加冰块比较快 关火慢慢来 还要有时间 其实它各有其用 那就有人说 可不可以冰块加火以关呢 可不可以 各位 可不可以 可以 那就叫表本结析 那这个里面呢 也就可以说 我们也找到了可以解释 为什么我们偶尔还是要接受吸药的资料 不是完全不对 但是假设不光谱 今天加冰块 水温加加南 请问明天还要不要加 要不要 所以你今天血压高了吃呢 要今天加一加 明天还要不要吃 要不要还要一起吃 浩天要不要吃 今年要不要吃 明年要不要吃 吃到什么时候 吃到走啦 大家心里话 这里啊 这里啊 我从这一个我们宗洁宗教授做的这个比喻啊 我就可以来前世 昨天还记得 哈佛大学医学院的院长 叫什么名字 还记得吗 还记得吗 我们讲话 本来我们这个立照事实 迪恩鲍威尔教授他讲的话 我在医学院教你们的一半是错的 遗憾的是哪一半是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的那一部分就是 他没有教学生光 所以我们也不能怪我们现在的医生 连教授都没有教我们的学生 他怎么懂 他竟然不懂 他变成了医生 他变成了医生 他一直会跟你教兵犯 所以你不能怪他 但是各位 我们是消费者 我们是患者 我们有权利 让大家能理解了吧 所以怎么关火 既然学院们有教 我们自己要不要自救 要不要 这个道理就很简单 我这里讲完了 我也要特别 各位说明一下 你不能现在已经在吃高血 然后要吃了十年八年 你今晚听完这个演讲 你就回去默然把冰菜丢掉 那会传播 为什么 因为我们西方刚才讲 西方是自我适应 你常常吃一样东西 它就慢慢适应 它适应了这样的物质之后 它要有这样的物质的时候 它才可以正常你做 你默然一段 会怎么样 它会乱掉 它会有危险 所以也要关火 关火的同时 冰块要慢慢少加 慢慢少加 有没有机会 以后不加冰块 有没有各位 有没有 有没有 到哪里跌走 有 但是能不能都不加冰块 能不能 不一定 看你的努力 我们只能告诉你道理 你要加冰块 还是要关火 或者慢慢的关火 慢慢的少加冰块 都是靠各位努力 再谈调一遍 再谈调一遍 不能冒然的把现行你认识的药 马上断掉 我要这样的不恰当的给你 有抽烟的朋友 有喝酒的朋友 要你马上不抽烟 马上不喝酒 可能你也是一分 倒也是一样 戒烟要有个过程 节衣减药 我们今天强调的节衣减药 也有个过程 也有个过程 你马上不喝 是不是所有人都不要吃药 不一定 那么就说 在目前来讲 西医的存在是一样 但是它存在的范围 不应该像那么软范 而且不应该那么抓断 我们今天的社会 过去我们一胆独大的时代过去 不过呢 现在看起来是两胆独大 我们的医学 确实一一独大 这是人类的怪兰 那如何让我们大家觉醒 我想 昨天讲过 我们不能闲前倒回 我们可以自救 我们不能决定气候 我们可以怎么样 我们不能决定气候 我们可以怎么样 改变心情 我们不能决定荣王 我们可以被笑 那就是这样 好 这个就跳过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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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